大家好 我来自于异法半导体影像事业部 我叫Sevastian2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demo是 我们的demo的型号是叫VD55H1 是属于3D ITOF的demo 属于3D传感3D景深 然后我们这个demo大概就是 去把外面接收到的信息 传递到我们的电脑上去显示 然后这个demo里面的模组分着两块 第一个是我们的Vexo激光 这个Vexo激光我们是采购于外部 然后里面的3D传感的sensor是我们ST自己的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模组 这最远的距离可以测试到10米 然后不同的频率设置到5米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demo主要有 现在有4个功能 我们跟我们当地的方案合作合作商 Sinrun做成了这个demo 第一个功能是3D人脸识别 第二个功能是手势精度的识别 就是比如手指的123456 然后第三个属于人体3D传感深度数据 也就是说这个产品里人的距离的位置的判断 第四个功能就是识别人体骨骼骨架的识别 对运动方面的一些介绍 等一下稍会我会给到这个demo 给大家去简单的做一个演示 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的第一个功能 这个叫3D传感 3D人脸识别 它3D跟2D的不同之处 就是可以识别那个活体 然后精度比较高 安全的比较高 但也可以看现在这样 我靠近以后 有我的数据信息在里面 有我的名字在里面 如果我的头摆上去以后 因为它没有什么深度特征 你就看不到 就会实现这个英文叫ano 就不认识 这个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功能就是手指的识别 就是5 4 6 7 8 对吧 就是4 3 就这样子 这是第二个功能 第三个功能 我刚刚说的是深度图 叫点云图 也就是说 我现在离它的距离 大概是这么多的毫米 那这样子啊 这样这样这样啊 就是显示的颜色不一样 126 130毫米的样子啊 靠的近远 也就是说给大家一个点云的信号 然后我们这个产品 大概是54万像素啊 是市面上是比较精确的 像素比较高的 这是第三个功能 然后第四个功能呢 就是刚刚说的那个骨骼检测 大家看到没有 看我的手这样这样 对吧 它有一个骨骼的概念 就是可以检测人的一些运动知识 跌倒摔倒或之类这些检测 以上就是刚才我们的一些demo的演示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